继续带大家来看一种非常特别的鱼丸 苏澳国中的环保志工队在一次的社区服务机会当中 发现了苏澳油裤旁种满了白色的野浆花 而卫生主掌曹静怡是临近一动 结合了南方澳的飞虎鱼香制成了野浆花的鱼丸 在校园办理义卖 同时也为学校60周年的校庆提前暖场 学生们大家分工合作将采来的野浆花来清洗和切碎 并且以最新鲜的飞虎鱼浆来搅拌 不加任何的调味料 透过汤匙弧度将大小适中的野浆花鱼丸 放入烫而不滚的热水中来煮熟 一到下课时间 走廊上早已挤满了试吃的湿参 用野浆花的叶子来包着鱼丸 这道料理将要打破大家对传统鱼丸的刻板印象 好吃啊 很像熟的 在嘴巴里面放开了 有,而且那香味会残留在嘴巴里 小黄果蟲啊 橙虾呢,不甘心的 橙虾的 你吃过这样的鱼丸鱼丸 没有 感觉还蛮成功的 没想过你家花鱼丸菜 从以前都没想过 如果我们社区的时候发现说,苏澳镇有很多的野浆花 那他们就用鱼丸一栋,刚好最近我们的那个鲸鱼结 所以这两个他们鱼丸一栋就把它结合在一起 变成我们苏澳国中的元气 野浆花鱼丸 亿兰属于多余的气候 不管是在西边或是湿地 四处都可以看到野浆花的生意 卫生主长曹静怡表示 野浆花是一项相当棒的辛香料 与在地最新间的鱼将来混合 做成鱼丸汤或是拿来干丝 相信将会成为60周年校期中最有特色的小吃 一种很温和的东西 那冬天来吃最好 刚好可以平衡我们的身体 那他的心刚好可以跟那个鱼浆里面的那个鲜 整个去做合成 那他会平衡 然后会提味 那当你吃进去那个很鲜的那个鱼丸的时候 你的嘴巴会蹦的 弹开那个很香的香气 那这个就是野浆花鱼丸最棒的地方 野浆花鱼丸放进嘴巴之前 就有着淡淡的花香 和鱼浆鲜甜的滋味融合在一起 口感相当的特殊 而汤头不用任何的调味料 就相当的清甜 这场义卖活动也为即将过60岁生日的 疏澳活中提前来暖身 明天新闻记得下一个小时报道